Hello大家好,我是雲霸 影音創作、記者採訪最大的難題 就是拍得很爽、剪得很累 而且上字幕更是苦工 现在介绍的一个产品 它是一款可以直接把声音 直接转成文字的录音笔 它可以说话同时辨识文字 辨识率高达95% 而且支援中音日韩2 五大语种的极录转写 它搭载两颗指向性麦克风 以及四颗全向性麦克风 会议用、采访用、拍片用都合适 那它就是训飞的iFlightech SR302 Pro 智慧录音笔 可以大幅缩短后置打字时间 我认真觉得每一个创作者跟记者朋友 都应该要买一组 好,不啰嗦,我们就直接来开箱吧 Let's go 坦白说,我真的是很讨厌拍YouTube影片 倒不是真的有多讨厌拍影片 而是讨厌拍完之后还要后置 然后还要上剪辑 特别是上字幕 那剪辑它会非常考验个人的美感 要思考音乐、节奏的流畅性 可是打字幕真的是完全是苦功 你要一边听一边打 那很累 那偏偏台湾的YouTube影片 喜好就是只看字幕 那其实我自己也是只看有字幕的影片 所以影片的字幕是必备的 那没有办法 所以今天我们来开箱这款 iFlightech迅飞的SR302 Pro 智能录音笔 那它的包装啊 你看它是纯黑色 这家产品的彩图 那它采用的是抽屉式的设计 那我们打开来看 里面的内容物啊 包含这个iFlightech的智能录音笔 然后还有一条USB-C的短线 以及它的说明书 没有了 很简单 机身整个都是金属质感 非常的精致 那乍看啊 会很有Sony产品的感觉 在上方有两颗指向性的麦克风 以及四颗全向性的麦克风 那它的正面有一块触控萤幕 中间是圆盘的四项按键 如果你有用过iPad 应该会很熟悉这个操作 那这支录音笔的操作很简单 你可以用触控萤幕操作 那也可以用下面的按键操作 它的界面会很像安卓手机 那功能很单一 就是帮你录音加转成文字 那它是属于单机使用的产品 不能连网 也不能插记忆卡 不过它有蛮大的32G的内部储存空间 那系统会占了9G左右 不过因为录音档啊 跟文字的容量不大 所以非常的够用 那在左上角有一颗独立的录音键 在这个地方 碰到紧急采访的时候 就可以快速的一键录音 按下去它就会立刻边录 边透过AI辨识转成文字 好 我们接着直接来看它最大的特色 就是声音转文字 来我直接按下录音哦 你看看我现在讲话 它就可以直接变成文字 不管说什么 它都可以在我讲话的当下 直接转成文字 而且如果我讲话是一句一句的 它就会自动帮我标上标点符号 如果稍微停顿久一点 还会自动分段 有没有 非常神奇 好 我们接下来测试一下关键时刻 保洁讲话的速度 你看看保洁的讲话速度 噼里啪很快 那我实际录了一分钟就可以讲这么多 但是我用SR302 Pro就完全省下这些功夫 那文字都知己产生 很好用 所以这个东西这么好用啊 我就隔天拿去记者会实战 好 我现在来到这个光阳的展前记者会啊 那我们待会就来实测它的录音效果 我有可能荣誓在这边宣布 第九届智慧城市长 即将于3月22日在台北总结再宣布 自2016年起 台北的任务 已经与台湾智慧城市成员 共同主办过六届的智慧城市场 也计有来自全球67个国家 221号的城市 323位 城市卫兵参与展会的相当活动 其中更有191位是市长或是副市场 智慧城市长在台北市政局的协议下 已经常常存首届的智慧城市场会 同时也是台中最大的 录联网节就慢慢走 说真的这个东西就是给记者朋友用 那上面随便讲个五分钟 记者回来就要出逐字稿 那我现在就可以直接录音 然后直接就能转文字 而且是逐字稿 那一般的录音笔啊 最大的差别就是 你不知道你自己录的内容 哪一段才是重要的 你要回去反复而听 那这个就会有文字可以看 你一滑一滑 你就可以知道我刚刚录音的内容 哪一段才是重要的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 它是一个不能联网 然后也不能连手机 纯粹是离线使用的产品啊 所以如果你要拿出档案的话 就要用下面的USB-C去接电脑 接上电脑之后 你就会看到声音跟文字 有两个档案 好那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像记者朋友啊 去外面采访 好你这样子就可以省很多时间 你看连标点符号都帮你打好了 你只要稍微顺一下错字 你就可以复制贴上 而且它的辨识程度啊 我自己看一看 这样子有高达90% 大概九成以上的常用智慧啊 它都可以顺利的辨识出来 那比较不能辨识的就是一些新名词 比如说专有名词 或者是一些口音上的问题 那这个辨识程度啊 就看对方讲者哦 它的口音是不是很重 不过我自己这样测试啊 它的辨识程度真的是非常高 依我自己的口语 大概可以达到90%的辨识率 而且它可以支援五种语系 可以集入集转文字 那包含中文、英文、日文、韩文、俄文 这五种 那在录音之前啊 你要先到设定 这边去更改 才能正式的去辨识转文字 那其他语系我不会讲 我就开YouTube来试试看 那如果你看得懂的人 也帮忙看一下准不准 所以这支录音笔真的是很方便 现在有这支录音笔的介入啊 我拍影片就会很省事 那我现在来分享一个 我现在实际拍YouTube影片的流程 那因为我自己啊 讲话还蛮会吃螺丝 所以每次拍影片 就会拍很多很多的废片 那这时候 我就会照正常的流程来拍影片 那正常的收音 这个时候不用出动SR302 那整个拍完之后 再做剪辑的后置 在初剪完成阶段之后啊 再掏出SR302 去播放我自己的初剪 然后让SR302去侧录 去产生文字 那这时候你的字幕啊就会非常完整 不会一段一段 真的是省很多的时间 就不用在那边反复听打 然后浪费时间 你知道我以前剪一部8分钟的影片啊 光字幕我都要搞4个小时 那另外我刚刚在前面啊 也有特别强调的是 它有6颗麦克风 所以我们来分享一下 它跟手机录音 无线麦克风的录音音质的差异 好我现在来测试一下 它的录音品质 那我现在手上拿的是 iPhone 12 Pro Max 以及SR302 Pro的录音笔 还有我身上的别的这个 Wireless Go 那这三个啊都是我平常 会用到的这个录音器材 那12 Pro是比较紧急的时候 会拿出来啊 随手录的一个录音器材 它很方便 但是它的收音品质是全向性的 而且它的降噪效果 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好 它会不分方向的去收音 那SR302啊 它最方便的就是 它可以边录 然后边把我的声音 全部转成文字 那Wireless Go啊 它也很方便 而且它的降噪效果是比较好的 可是它的缺点就是 它只能针对我这个麦克风 以上这个地方去收音 那如果收的位置比较偏的话 比如说我像我正在采访 它就没办法收得很清楚 那SR302啊 它的六颗麦克风 它可以针对不同的方向 去做不同的模式去切换 比如说采访模式 比如说会议模式 或者是这种演奏者模式 它都可以收得很清楚 而且它降噪效果也不错 你看我现在是在这个 的街道上 那如果我切到这个 iPhone 12 Pro Max的话 那你就会听到 外面的车声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那其实最主要的差异 除了音质之外啊 就是它有六颗麦克风 可以针对受访者 有不同的模式 比如说一前一后的采访模式 或者是单一方向的演讲模式 或者是在会议室当中啊 全向式的会议模式 那如果你都不知道就用它内建的这个智慧模式就好 那另外我还要特别强调一点 它是全离线的产品 它不能联网 没有网卡 也不能联手机 也没有App 它也不会上传云端 原因是因为录音啊 它是属于机密性的工作 那通常是记者啦 或者是媒体啊 那全程离线会比较没有安全疑虑 所以你也不用在那边讲说什么中国品牌有治安问题 它就不能联网 好 我们最后总结一下优缺点 这支iFlytech SR302 Pro的智能录音笔啊 的功能很简单 就是可以帮你好好的把声音录起来 而且还帮你打好文字 功能简单却很强大 对我来说啊 是拍片必备的工具 第一 它的金属质感很棒 收音降噪的效果非常好 第二 急录急转真的很神 而且事后回放档案 可以快速找到需要的片段 那第三 剪辑上字幕真的很方便 它直接帮你产生Word档 第四 中文数字英文可以混着讲 但是有时候会混乱 请你务必要讲标准 第五 预设只能选择一种主语系 比如说你要用中文就全部用中文 用日文就全部用日文 如果你是混搭着 比如说中日日韩 这种它就没有办法混合辨识 第六 因为它是全离线的机器 所以在外面只能透过传输线 进行存取档案 那说真的 我还是会比较想要联手机 会比较方便 第七 它没有脚架孔 也没有收纳带 它没有副收纳带 所以你要去录音的话 你可能全程要手持 或者是找个地方把它放着 那目前 这个iFlytech SR302 Pro 智慧录音笔 是由台湾代理商 思维宝兰科技总代理 有一年保固 那有兴趣的朋友 请到下面的说明栏 我会放云霸的粉丝折扣码 限时优惠 好 以上就是这支录音笔的介绍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云霸 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